我最近聽說啊 網上有人在講說 我不會背私化鏢 私化鏢背錯 有沒有想過啊 其實錯誤在哪裡 我特別拍這影片來告訴大家 到底為什麼天象要花季 一次釐清這個觀念 你要說我錯也可以 我不可能是背錯私化鏢 來 我們現在來看影片 今天來講一個 我從開業到現在 拍影片到現在 寫文章到現在 每次一講到 就會被攻擊的一個 論點 什麼呢 天象為什麼會花季 在目前的斗數圈裡面 大家都覺得天象不該花季 絕大多數 除了我們以外 或是少數一些流派以外 大家都覺得 更年應該是天童花季 那實際上 我們自己常在用天象花季 隨著我的粉絲越來越多 或者看我所有人越來越多 大家越來越知道說 天象花季其實有它異常的準確度 以及異常的 所代表某些事情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人 會覺得說 那個不是應該天童花季嗎 為什麼你要講天象花季呢 我當然在之前的文章 影片有跟大家講過這些事情 最近有網友問我 因為隨著我們的 跟PPA合作的課程 有很多人購買 感謝大家 但是也就因此 有更多人來問我說說 為什麼老師你是天象花季呢 所以我們決定重新再拍一支影片 來告訴大家 麻煩以後那個如果有人問你 為什麼不是天童花季 而是天象花季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影片PO給他 首先 關於四化這件事情 早期 很早很早很早 籤 紫維陀樹它的前身叫七正四魚 七正四魚 它也有四化 那四化的產生其實在什麼地方 斗樹的前身其實是印度占星 而印度占星進入到中土來的時候 就進入到中國的時候 在唐朝叫七正四魚 它是整套沿用了印度占星的技巧 然後再結合液晶進來 它就產生了一個觀點 就是說同樣的這個事情 會因為時空環境的不同 而產生變化 那這個是在液晶上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也就是會有變卦的概念 因為一個因素放進來之後 本來是這個樣子它會有所變動 就好像有一棵大樹 大樹在春夏秋冬 那棵大樹長會不一樣 但大樹還是大樹 這個觀點是命理學上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一個很高階的一個觀點 那在七正四魚的年代 它其實是十化 它有十種變化 到了斗樹的年代 它會刪減掉成四化 那這刪減的原因是什麼 來自於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叫做鎮豔 也就是說理論上來講 它應該是這樣子 十化 十種變化 可是實際上來講 感覺不出來 那它就把它刪掉了 譬如我 我因為減肥而有所變化 可是我隔壁的那個同事 他體重60公斤 減10公斤 哇瘦很多 他因為減肥而所變化 那我呢 我也因為減肥而有所變化 但是我是110公斤減10公斤 我還是個胖子 所以看不出來 那看不出來 古人他就不會把它裂下來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10公斤的變化 在這個心上面很明顯 他就把它記錄下來 在這個心上面 不明顯 他就沒有記錄下來 但這件事情 它會有觀點上的差異 譬如說香港的某一些流派 台灣的某一些流派 他們會覺得任年是天府化科的 不是左府化科 可是有的人會覺得說 天府它本身不需要化科 所以它就會有這樣的爭議性 那當然我自己用的是左府化科 因為右臂化科左府就該化科 憑什麼右臂化科左府化科 對不對不合理 怎麼可以只有女人漂亮 男人不漂亮 所以呢 當你被整理成這樣的四化 它是有背後這樣子的原因的 那第二個點是什麼 第二點除了爭念之外 它當背後有些學理 學理什麼呢 就是啊 這是我常提到的就是說 四化它本身有關聯性 也就是說它不是單獨存在的 就是假為什麼是連真化路的太陽化季 那我們常跟大家說 路水季走 所以它是起於季而終於路 一般的論點會說 四化就好像春耕下雲秋收而東藏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應該是春天開市 Ball shit 怎麼可能呢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要春耕 你春耕的目的不就是為了東藏嗎 那如果你春耕的目的是為了東藏 那起因應該是東藏 怎麼可能是春耕 邏輯上有問題 那當然這個技巧在抖數盤上面 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個有上過我們的課的同學就會知道說啊 當我夫妻工化氣而財博工化路的時候 入水季走 我對感情有空缺 所以我賺的錢都會放在感情上面 這個是一個在看板上極度重要的技巧 如果你不知道 起於季而終於路 你就根本沒有辦法判斷這種事情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這種夫妻工化氣 財博工化路的男人 他才會給你錢啊 當然前提是你要是他的夫妻工 如果你只是他的田宅工 他的那個感情有另外別人 那錢就不會給你了 總之那四化他有這樣的聯動關係 所以因此呢 當我太陽化氣 我想要擁有主導權 而讓我的內心產生空缺的時候 我就更應該要節省自愛 免得會被別人攻擊 我想要變太陽的時候 我就更應該節省自愛 免得被別人攻擊 所以當太陽化氣的時候 臉真就化路 那當我的內心呢 會有所不滿 會對於生活有所空缺 會希望呢 要得到更多的關心的時候 太陽化氣 這個時候我就應該要思考一下 我該怎麼做轉變 所以當太陽化氣的時候 天機就化路 那甚至於這中間的化群和化科都是喔 我連真化路 我就可以落實我的夢想 所以破均化圈 那這些事情我都要花錢啊 所以我就無取化科 我就可以去彌補那個太陽化氣 同樣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 我要改變我的生活 天機化路了 接著呢 我就會產生天良化圈 什麼叫天良化圈呢 我想要怎麼樣能夠好好思考 怎麼樣改變我的生活 我就會去追求 不管是宗教也好 神明也好 或是貴人的幫助也好 這件事情呢 我就會得到了一些支持化圈了 然後呢 我就會知道怎麼樣的 去讓我的生活過得更完善 去滿足我自己的這種內心跟尊嚴 所以他就只會化科了 所以他是連動的 甚至於呢 有在看我們 預測影片的時候的朋友 常常會問說 老實上你怎麼有辦法 可以精確的預測出 譬如說 蔡英文選舉贏200萬票以上 或者是說 誰要下台 誰要抓去關 我們都可以預測出來 那我那時候都跟大家講說 我們都不是用命判 我們其實是用這個天乾跟四化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假跟乙之間的四化 還是連動的 所以他其實是有這樣的關係的 那在有這樣的關係的結構之下呢 你想想看 怎麼可能會兩個太陰化科 更年如果天同化季 那太陰就化科 可是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十天間中有兩個太陰化科 那如果太陰化科 他跟前面的化入化權跟化季要連動 那更年那個太陰化科 為什麼會跟另外兩個化入化權跟化季連動呢 太陰化科必須要跟入權季要是連動在一起的 我們假設更年呢 是太陰化科 然後天同化季 那奎年那個太陰化科之後呢 為什麼太陰化季了呢 他一定錯一個嘛 因為他彼此是連動的啊 所以有很多的網友都會說 那個天象不該化季啊 天象宰相 宰相怎麼會化季呢 拜託 宰相應該是滿滿的化季吧 各種邪惡的宰相 各種操弄政權的宰相 不是嗎 各種歪掉的人際關係不是嗎 所以憑什麼說宰相就不化季呢 那宰相不化季 那為什麼爸爸要化季 你說一下 為什麼媽媽要化季 是不是很不合理 那為什麼小孩要化季呢 你說一下 天真又浪漫 他幹嘛要化季呢 在解釋這種學理的時候 事實上不能用這種 先射箭在畫靶的邏輯 你認定他不是 然後找進各種理由去 我們就是用邏輯來看待這個事情 如果今天四話是連動的 當然那些不知道四話是連動的 愚蠢的老師 那當然沒有辦法在這邊討論 那如果你知道四話是連動的 你甚至知道十天干四話也是連動的 那怎麼可能會有兩個太陽化科 必然有一個是錯的吧 對不對 那我們先不討論是誰有問題 但你就知道是他不可能存在 那合理的推論 如果葵是大家公認的 那一定跟有爭議的那個是有問題的 我當然目前我都沒有跟你討論說 他不該畫科或不該怎麼樣 我們就用學理結構去制定這個邏輯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他不該是這樣存在 更重要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早期我自己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通常都跟大家講說 我用天象畫器 但是現在外面流行的四種的四話 那看你們用哪一種這樣子 那我自己為什麼用天象畫器 是因為我自己找到的古籍 我自己找到書籍告訴我說 天象畫器才是對的 為什麼呢 目前這個錯誤有可能來自於說 在民國五十多年的時候 有一本竹林出版社出版的 只會讀書全書 大概當今所有的這個讀書老師 都是以那個做範本 那上面他寫的就是天象畫器 但是他有個很大的問題 那本書的背後他有範本 也是各種各種名人範本 範本的案例上面寫的卻是天象畫器 如果天銅該畫器 那為什麼這中間會有差異 那當然我自己知道的消息 是因為他就是刻錯了 他原本的原始應該是更陽五銅像 但是天銅這個銅 因為它是木科爾書 天銅這個銅如果呢 被蟲蟲危機鑄掉了 鑄掉一點點 是不是有點像月 天象的像如果把木頭拿掉 那旁邊那個日再差掉一點點 所以就變成更陽五月銅 然後背後原因是因為這個樣子 如果說應該是要天銅畫器 那他背後的那個範本應該就要改 可是為什麼背後範本沒有 那大家想想看 關於蟲蟲危機這件事情 蟲危機這件事情 在背後的範本裡面 他其實再怎麼注比較不容易 因為他其實只是天象兩個字 即使是把像那個字鑄成像月好了 或者像銅好了 他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同樣那個盤上面 會有另外一個天銅 所以他怎麼注 他都會覺得那個是天象 所以不會去改那個地方 但會改前面的 因為前面只是條文而已 這個是我現在是可以知道的 最有可能造成目前 大家一直覺得天銅畫器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那當然最後大家就一直開始歪 想盡辦法解釋天銅為什麼會畫器 那後來呢 我就更明確的告訴大家說 沒有我就是用天象畫器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我們有一個秘密圈的老前輩 非常非常厲害的老前輩 他曾經就折斗樹做了研究 並且呢 因為他身份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進出 國家級的這個博物館去找尋資料 他就在他自己的書籍裡面 明確的講出來 那個就是蟲蟲危機 就是被蟲蛀掉 或是因為他們木刻的東西 應該是要天象畫器 這個人是誰 他叫梁湘潤 我相信只要是秘密圈的人都知道說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地位的 而且在學術上非常受到尊敬的一個老師 他就是用天象畫器 那他所持的論點跟我所學到的 也是一樣的 雖然我沒有機會去看 他因為他很特殊的身份 能夠取得的這些歷史的資料 曾經有網友攻擊我說 他一邊叫我去看梁湘潤的書 然後我舉了這個例子之後 他就告訴我說梁湘潤講的是Bullshit 我都不懂 我說你們為什麼會這麼的錯亂你知道嗎 那天象畫器會有很明確的 因為人際關係而產生的官非問題 所謂的官非就是約定被破壞 所以我的人際關係破壞了 通常都帶來了官非的狀況 而且天象畫器這種在一個情況之下 會有明確的交通的意外 所以我過去幾次的碰到破均 因為破均對面也是天象 我過去幾次的破均畫路的 破均畫權的 我都有提到說會有重大交通意外 包含今年 這都是我公開在說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破均對共必然為天象 那當破均畫路跟畫權 只要一有煞心進去 就整個局勢來說 他就有可能會有這種意外的產生 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 那一年所有的人都在破均畫圈 那他對他自己的這種行為 就很奔放囉 再有煞更奔放囉 那大家都在奔放的時候 是不是就容易交通出意外 為什麼我過去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今年會有大型交通意外 原因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可是你如果不知道說天象會畫景 你就斷不了這種事情 最後要告訴大家 我們學會裡面就是人才技技 畢竟我們全世界現在目前已經有 快近兩萬的學生 我們香港有一個非常非常認真 在考究這些命理歷史紀錄的一個學生 他幫我找到了明朝留下來的 折抖書全書的範本 上面就是明定的天象畫記 然後當然這個資料呢 現在不在台灣 這資料在韓國的博物館裡面 歷史上就是這樣子寫啊 古書就是這樣子寫啊 然後呢 我們用很多證明 然後很多案例告訴大家 所以不要再來問我 為什麼天象畫記了 天象本來就該畫記啊 是天童幹嘛畫記 人家好好可愛的小朋友 謝謝大家